尚书吴王 邹阳 陈文 秦以驱台之功 悬横天下 画地而人不犯 兵家狐月 至其晚节末路 张尔陈胜连纵兵之 据以寇寒谷 咸阳遂危 何则 列郡不相亲 万事不相就也 金湖硕射北河之外 尚赴飞鸟 下不见浮吐 道长不休 旧兵不治 死者相随 撵车相煮 转速留书 千里不绝 何则 抢赵则于河间 六旗望于会后 长阳固于卢博 三淮南之心丝坟墓 大王不忧 尘孔旧兵之不专 胡马岁尽亏于邯郸 月水长沙 环州青阳 虽使良并怀阳之兵 下怀东月广陵 以恶月人之良 汉义折西河而下 北守张水已辅大国 胡亦亦进 月亦亦深 此臣之所谓大王换也 尘闻 焦龙相守奋义 则浮云出流 物语贤疾 圣王指节修德 则犹谈之事 归义思明 今尘尽至弊异 亦经级律 则无骨而不可奸 是故漏之心 则何王之门 不可夜长居乎 然臣所以立树王之朝 被怀千里而自治者 非恶陈国而乐无民 切高下风之行 犹越大王之意 故愿大王无呼 察听其志 臣闻 智鸟雷百不如一恶 福全赵之时 武力顶势 炫浮从台之下者 一旦尘尘尽 不能指幼王之辰 淮南连山东之辖 死士迎朝 不能还立王之息也 然则记忆不得 虽诸奔 不能安其位 亦明已 故愿大王审化而已 使孝文王帝 聚官入立 寒心消至 不明求医 自立天子之后 使东毛诸须 东包姨府之后 申歌婴儿王之 让子王良代 亦以怀扬 足扑极北 求帝于雍者 岂非向心远等哉 仅天子心聚先帝之一夜 作归山东又至关中 便全义事大臣难知 大王福察 臣孔周鼎负起于汉 心缘过继于朝 则我无疑似 不可欺于事矣 高皇帝 烧战道 冠张寒 兵不留行 烧毕仁之眷 东持寒谷 西楚大破 水公则张寒以王其成 陆基则京王以施其地 此皆国家之不羁者也 愿大王赎查之